字幕提供 大家好,又是我永成Mocky 今集會跟大家說什麼呢? 今集會跟大家說磁磚的應用 不同的磁磚有什麼不同的鋪法呢? 而磚和磚中間的那條縫 究竟我們怎樣才會適合呢? 今集會為大家介紹 很多客人都會在浴室、廚房做福特色牆 有時候會選用到馬賽克 用馬賽克有什麼留意呢? 其實馬賽克的尺寸都定了 如果去到浴室的尺寸的尺寸 剛剛好做不到,去到這裡切一半 其實馬賽克就沒那麼好看了 所以買馬賽克的時候 都要跟師傅溝通 究竟什麼尺寸用馬賽克才適合我? 可以讓整幅牆都可以用到很工整的馬賽克 不同的一粒一粒都不用切它呢?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其實師傅或者裝飾公司都可以微調的 一幅牆的厚度可以批薄一些或者批厚一些 去適合這種馬賽克 所以買之前最重要是跟裝飾公司和師傅談清楚 究竟你心目中想怎樣做 而你的中文料又行不行? 所以溝通是最重要的 剛才說到我們鋪磚遇到什麼不同的問題 另一件事是經常發生的 就是當客人選擇的磚款 用這些有粒的磚 或者是一些麵包磚 它是一個表面 不是一個平滑的表面 是一個粒的表面 我們去到什麼位置會有問題呢? 我們廚房和廁所都有窗 去到窗 我們通常會飆角被轉彎 問題就會出現 因為這個磚不是一個平整的表面 它去到轉角 以這磚為例子 如果轉角的時候 這些不同粒的表面 你一飆角45度的話 它就不是一個很垂直的直線 而轉彎就會比較難看 我們這個情況要怎樣做呢? 第一,跟裝修的師傅和裝修公司商量先 會不會有第二種的收口方法呢? 第二,會不會這幅牆 我們不做這種磚 用第二種普通平整的磚去做 而將這些特色磚 只做在單一面平整的牆去做呢? 所以在買磚的時候也要留意 不要去到將來裝修的時候 才發現到這個問題 這樣可以避免浪費時間 或者跟裝修公司或師傅 有些爭拗的情況出現 剛才在片頭說 究竟我們的鋪法和磚的縫有什麼關係呢? 在這裡用木紋磚的例子 我就會告訴大家 首先我們要知道 木紋磚是一條長的直條 其實它輕微彎彎的會 中間點可能高一點 兩側可能低一點 你買磚的時候 要看它會彎得很厲害 因為會影響你施工 剛才說鋪法有什麼問題呢? 假設這兩件是木紋磚 最高點在這裡 最低點在這裡 當你兩件磚重疊 如果重疊得少的話 其實大家的低位都是差不多 那就沒有那麼容易踢腳 你沒有覺得它那麼高低起步 但如果你鋪是一些2分1的鋪法 你就會看到這裡 最高點和最低一點重疊 你就會覺得它很踢腳 這個位置就出來了 第二 我們鋪磚的時候 鋪磚的縫隙 如果這裡闊一點的話 其實也沒有覺得它那麼踢腳 所以在買磚磚 甚至鋪法的時候 都要多一點和設計公司 或者師傅溝通